我来了 哎 老舅 哎呀呀 哎呀 这屋里啥味 姐夫你脱血了 听我姐说了 杨阳带对象回来的 你看你 整一桌的菜也不叫我 我没空手 加鸡的酸 再给你带来两颗 咋子 谈成这样吗 明天再吃呗 哎 那个 老舅 这是我男朋友张莽 老舅你好 你好 小张 你 喝上了吗 喝啥呀 小张他爸自己酿那乌梅酒 乌梅酒 这酒我没喝过呀 姐夫 小张我陪你俩整点 来的不巧啊 刚收杯了 姐夫你看你俩这么可恶呢 那我刚进入就收杯了 孩子带来酒 我尝尝不赢吗 再说了 收杯 它不等于风杯呀 倒上就完了 老舅 你就别让我爸喝了 我爸刚才都喝一杯半了 他喝不了了 对 哎 姑娘你能不能不坑爹 我离帮你不走啊 完了 姐夫 你年轻是什么的风采呢 那你不问 快 快 马上 你看看 姐 一起来一杯 弟弟 姐都不来了啊 但是你听姐一句劝 你先闭一口 说啥呢姐 我跟我姐不喝酒呢 还用常亮呢 姐夫你说一杯半了吗 我年年 我用晚喝 这台早不听说 我让你们看看 年轻人喝酒的风采 这家躲那么远呢 这一碗酒我还能吐大呗 你说你 甭管我 看见了吗 这就是我们家人 喝酒的风采 真是一家人 我都知道你要说啥 孙是不是 嗯 我不说呢 这是乌美酒 那就是这味 哎 你刚才的能力呢 你不是说你年轻人的风采吗 就这风采啊 姐夫 这酒这味我真有点来不了啊 没有灰肝 就有反酸呢 你看你 我弟弟不能喝 你就别干他呗 他不行啊 他不行 哎姐 你要这么说 我行了 我不能怕我 这酒不就是有点酸吗 就是醋 我也给他干了 哎呀 说话呀 咋的能力呢 还喝不 还给我陪你啊 老爸 你就别说我老舅了 你刚才自己喝一杯吧 你都喝那样了 你还喝呀 对 除了你 要是非得这么说话 不不不 那我今天必须把你老舅赔好 你赔啥你赔呀 我弟弟他酒量不行 你瞧给他喝的都直眼了都 是 哎姐你要这么说 你看我今天怎么给我姐 我赔好的 给我满上 啥辣的你赔我 我拿碗喝 你有信吗 我拿大汤 我拿盆子 我脑子亲近就喝了 哎呀 屁股 你们别喝了 老板 你不用来啊 今天你肯定栏目是咋俩 今天谁烂都不好吃 不好吃喝 喝 这不是酒 对 这确实不是酒 嗯 这是我们之间的情谊 情谊 这真不是酒 这是醋 醋 对不起 叔叔 阿姨 我早上出门太着急 拿醋了 这俩坛子一样 我给老陈醋给端来了 你看我就说嘛 这哪有酒味啊 我一伤口就知道是醋 你可别这么吹啊 请到你还喝呀 你说你这事整的 可是我们一家人一入 啥也没吃啊 喝了半坛子醋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阿姨 还有老舅呢 那孩子 你咋不早说呢 你咋不早说呢 这不是我叔说的吗 拿醋就得踢出去 要是酒和醋分不清 就是脑子有问题 我 我也不敢说了 我 那我说的也没错 你还好意思说人家呢 你头回上我家去 进门跟我爸叫大哥 带着啥你忘了 我那酱油不也用上他吗 我那酱油不也用上他吗 你可别说话了 要我说老头子 这事就赖你 你还赖我呢 我我也喝一杯半你们 一杯半多炸的 我喝一碗 你 我咋的跟我比呢 比你我才大呀 喝酒不熟 喝醋没熟 我姐夫喝啥我也不熟你呀 那来吧 来呀 谈猪醋好不好 了啊 来来来来 行了 喝了那么多醋 不熟心了 都想吃饺子吧 走吧 咱还是包饺子去吧 妈 包啥馅的呀 这不你老舅刚拿的吗 酸菜馅